大家好 我叫博智 是亚非学院中文系 四年级的学生 我演讲的题目是 我的琵琶行 我是杰克人 从小就喜欢语音与音乐 父母说 如果你不怕挑战 就学中文吧 于是 中学毕业以后 我来到亚非学院中文系 一年级的汉语 学习非常紧张 我一共没有时间 顾及我的音乐爱好 但是当我来到北师大留学时 我发现校园里 有个艺术楼 里头常传出各种乐器的声音 只不仅凝起了我的好奇 我也想 找机会一年钢琴 该多好啊 一天 我鼓起了勇气去看看 说不定有机会 可以偷偷地练管啊 但是大家我没想到 大门是锁着的 然后在外面看见一群 学音乐的学生 就问他们 可不可以跟进去 艺术楼探琴 他们说 何必呢 你要是学一种中国乐器 就可以大大方方自由出入这个楼了 我脑海中出现了敦煌壁画的反弹琵琶 就脱口而出 学琵琶怎么样 他们躲啪啪啪啪笑起来 这可是最难学的哪 一听这话 我就定了 非学不可 回伦敦以后 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乐队 叫私足乐队 也做过一部演出 虽然我的水平还是很业余 北施大的学生确实说得很对 学琵琶还是够难的 但是我已经爱上了这美妙的乐器 我能带着它走遍天涯海角 我能想有一天 可以达到百具意识中够的境地 草草窃窃窃 作杂谈 大猪小猪 落玉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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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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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